下批之战失败后,吕布被曹操一杀后斩首示众,其麾下的战马以及家眷包括女儿均为曹操所得,那么他们最后的结局到底是怎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吕布是如何被曹操斩首的。 吕布的死法不管是小说还是历史,其结果是一样,都是先一死,然后斩首。 相对于同时死的陈公和高顺而言,他们俩人只是斩首,而吕布则先是一死,然后砍头,可见曹操对吕布的痛恨之身。 小说和历史记载上,吕布的死法相同,但是过程却略有不同。 一、小说记载吕布是如何被捕获的。 吕布的部将侯城,有五十匹马放在城内养着,结果被马夫给盗走,打算卖给刘备。 侯城夺回了马匹,因此同僚们一起来祝贺他,而侯城也很高兴,就用自家酿的酒庆祝这事。 由于城内粮草不多,而且喝酒误事,因此吕布早先就严禁酿酒喝酒,而侯城酿酒喝酒违反了吕布的禁令。 吕布原本打算杀一警百,可是在其他人的请求之下饶了侯城一命。 连续几个月的围城,城中早已弥漫了绝望的气息,只是大家涉于吕布的淫威,不敢有所举动。 现在侯城差点被杀,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不是个事,于是吕布的几个亲将如宋县,魏续和侯城一起合谋,认为与其这样坐以待毙,还不如反叛吕布以求的活路。 于是,侯城倒是兔马,宋县和魏续勾结曹操工程,吕布聚敌后因劳累在白门楼上休息,于是俩人乘机将睡着的吕布捆绑,打开城门献给了曹操。 就这样,吕布被部下出卖了。 二、历史记载吕布是如何被捕获的。 在历史记载中,吕布困手下批成,曹操以四水和以水灌成导致吕布君无法突围。 吕布的部将侯城丢失的明马失而复得,因此侯城白酒宴请同僚。 侯城处于讨好吕布的缘故,先送酒肉给吕布,可是这时惹恼了吕布,因为吕布早已下令禁止酿酒喝酒。 在同僚的斡旋下,侯城得以保命,可是祸根却埋下了。 围城数月,原本团结奋进的吕布集团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其中以成功为首的衍州派,吕布为首的兵州派以及侯城等人的河内派出现了不和睦的态势。 现在,侯城被罚,原本整日提心吊胆,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麻醉神经,而吕布喜怒无常的神态让河内派看不到希望,于是决定铤而走险,反叛吕布以求得活路。 农历是2月24日,侯城与宋县,魏絮等河内派的将领突袭衍州派的成功,高顺等人,并将他们擒获。 河内派打开城门,向曹操投降了。 独木难知的兵州派不得已退往白门楼坚守,可是面对重重包围的曹军,吕布即使在汉勇也无可奈何, 指得对麾下的并州兵将,说道,你们可以取我的头颅献给曹操。 周围都是征战多年的勇士,一起和吕布出生入死,他们哪里下得了这个手呢? 吕布见周围的兵将,不愿意这么干,指得走下白门楼俯首就秦,被曹冰五花大绑。 三、小说描写和历史记载的区别,吕布被擒的原因是曹操对下批城旷日持久的围困, 导致吕布集团内部的几个派别分崩离析,从而出现了内讧,以致吕布被内部人出卖。 小说中只是突出了吕布个人暴躁的性格,却没有体现出侯城, 魏旭以及宋县等人为首的河内派和吕布为首的兵州以及陈公和高顺为首的衍州派之间的矛盾。 在历史中,这三者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在夺取衍州的时候,三者之间能够团结合作, 可是随着战局不断的恶化,特别是丢失衍州,败退徐州后,矛盾是在深化。 先是成功勾结河内派的好盟企图干掉吕布夺取领导权,投靠袁术, 可是高顺的出现导致这一图谋破产,再是河内派的喉城受到吕布的斥责, 从而让河内派看到继续追随吕布只能是走向绝路,因此决意反叛。 因此,在反叛吕布的行动上,河内派先捕获了衍州派, 然后投降,毕竟兵州的吕布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小说中掩盖了这三派之间的矛盾, 只是突出了侯城等人和吕布之间也为违反禁令导致的反叛。 侯城,宋县和魏絮合谋捕获了吕布,将他献给了曹操。 可见,不管是小说的描述还是历史记载, 吕布在曹操的围攻下已经丧失了麾下绝大部分不重的拥护, 失败只是迟早的事情,被曹操捕杀的结局也难以逃脱。 吕布有三大宝物,分别是一个貂蝉, 一个是方天化级,再一个就是赤兔马。 这个是小说的记载。 吕布被杀之后,吕布的这三件宝物的下落失去了踪迹, 不过以曹操的处事方式,貂蝉必然被曹操收入囊中, 会于后庭,其他人是难以染指的。 对于方天化级这种特殊武器,一般的人不会用, 因此曹操会将他送到自己的展览馆作为战利品展示。 至于赤兔马则等待有缘人来赠予。 不久之后,刘备反叛占据了徐州, 曹操击败刘备再次夺取徐州, 可是关羽由于逃跑不及被曹操围困, 在张辽的劝说下暂时侍奉曹操。 曹操见关羽投降的不情不愿的, 唯恐他日后再次出逃, 于是赠以赤兔马收买关羽。 作为马上大将,关羽对赤兔马甚是喜爱, 接受了曹操的馈赠, 可是对于其他东西则一概不受。 就这样,赤兔马找到了新主人关羽。 时间一晃到了公元219年, 关羽北伐兵败卖城, 动物降临马中获得了赤兔马, 将其献给孙权, 而孙权又将他奖给马中, 可是赤兔马却连续几日不吃草料而死。 二,历史记载中的赤兔马去哪里了? 小说中的赤兔马是董卓为了收买吕布赠送的, 可是在历史中的赤兔马本就吕布所有, 并非董卓所赠予。 吕布仗着赤兔马带着麾下将领成莲, 魏月等数十人敢于冲击张燕十万之众, 可见吕布的勇力和武力非常高, 同时也体现了吕布的坐骑赤兔马的优良。 因此,当事人就说, 人中有吕布, 马中有赤兔。 在下批之战后, 吕布被一杀, 其兵器以及家眷包括坐骑都被曹操所有。 这个坐骑到底是不是还是赤兔马呢就很难说了, 毕竟从公元193年赤兔马名扬天下, 到公元199年, 下批之战, 吕布败亡, 中间有七年之久, 吕布经历了衍州之战, 徐州之战等, 不管是哪场战役, 都是非常惨烈的, 在如此多的战役中, 吕布经常率领部下冲锋陷阵, 因此即使是两马, 明马, 在如此频繁的战事中, 难道不受伤, 不得病? 即使是一台汉马战车,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恐怕早已报废了吧, 何况是一匹肉身的马呢? 因此历史中赤兔马有两个结局, 一个结局就是吕布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 吕布早已换了其他的马。 另外一个结局就是吕布败亡后, 战马被曹操收呢, 可是由于经历太多的战事, 赤兔马早已伤痕累累, 不堪再次使用, 更别说送给关羽了。 三, 历史和小说的区别。 小说中的赤兔马在关羽的手中再次焕发了新生, 其实这个只是一种意想吧。 从公元189年, 吕布得到赤兔马, 再到公元219年, 关羽被杀, 赤兔马不吃草料而死, 赤兔马经历了30年, 这还不算赤兔马在吕布之前已经养的年数。 然而, 马的平均寿命是30至50年, 最长可以活60岁, 可是马最健壮的年纪在3岁到15岁之间, 此后就步入了老年时刻, 顶多用来运输物资, 骑马作战应该是不可能了。 可见, 赤兔马在那么残酷的环境中, 居然活了30余年, 确实不可靠。 由此可见, 昔日明阳天下的赤兔马, 其实早已死掉了, 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而已。 三, 女不女儿的结局呢? 张秀投降后, 其沈娘舟氏被曹操给强纳了, 秦一路的老婆杜夫人也被曹操给抢走了, 至于袁绍被灭后, 其家眷也被曹操要么分给部下有公之臣, 要么自己纳入后庭, 毕竟对于女人的嗜好, 曹操从来就没有断过, 何况此时的曹操的年纪还不是很大。 既然邹氏可以被强纳, 杜夫人可以被强, 那么吕布女儿的结局也不外乎两个, 一个就是被曹操纳入后庭, 将吕布之女强纳入后庭是对失败者的一种报复, 同时展示强者的征服感。 曹操既然能够将吕布先一死, 然后斩首示众, 可见对吕布的恨意非常浓, 那么对其家眷的报复也不会低。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赏赐给部下, 曹操获得马超的妾室董事和数字马丘, 采取的报复方式就是将马丘杀死, 董事赏赐给其他人, 因此, 参考这个方式而言, 曹操将吕布之女赏给其他人也是极有可能, 除非吕布之女真的国色天香, 让曹操欲罢不能。 既然曹操对吕布非常痛恨, 因此不大可能将他的女儿纳入后庭, 不然真的这么干完全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吧。 因此, 吕布的女儿应该是按照第二个方式处置, 赏给了其他人, 至于是做奴婢还是妾室, 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战争一向是非常残酷的, 大体上都是赢者通吃的局面。 作为失败者而言, 如果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哪里保得住财富甚至家眷呢? 袁熙还没有死, 妻子真是就被曹丕娶为妻, 秦一路还活着, 妻子杜夫人就被曹操给抢走了。 这些活着的人尚且保不住自己的家眷, 何况死去的人呢? 因此, 吕布被曹操杀掉后, 其财富以及家眷 也就成了曹操随意处置的物品了。 至于其女儿如何处置, 也就看曹操的一句话了。